来吧老体啊,欢迎你们来到自买自挖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不嫌累 进来的兄弟姐妹们,这个作品就不要给我双击了 谁给我双击就是打我的脸 哎呦,疼 喜欢大海的朋友们记得关注我,看我每天带你们户外干海直播 晚上11点左右直播干海 来吧兄弟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做海鲜的小尝试 大龙虾在做之前,一定要把他的尿给放出来 要不然在吃的时候会直接影响口感 进来的朋友,如果你的手机连着WiFi,请帮忙留下个双击 喜欢大海的,记得关注我,看我每天带你们户外干海直播 来吧兄弟们,有位小姐姐发私信告诉我 让我再发一个小海贵的视频,会给我留下一个双击 他说看到小海贵的头这么可爱,心里特别得意 进来的兄弟姐妹们,如果你们觉得这次小海贵比较可爱 记得双击关注我,看我每天带你们户外干海直播 来吧老体啊,我们今天用着钛合金钩来钓一条鰻鱼 他们说这种鳗鱼生长会放电,我们拭抹以待 进来的兄弟姐妹们,天天跟你们双击,你们也不给 哪怕就有一位老铁给我双击,我也要坚持下去 喜欢大海的,记得关注我,看我每天带你们户外干海直播 来吧兄弟姐妹们,看一下这种鱼看上去有点像海老鼠一样 长了两个小爪子,还有大尾巴 真的是一面天使,一面魔鬼 这种鱼在我们这块叫做黄盘子鱼 进来的老铁,如果您也第一次见,请帮我给个双击 喜欢大海的,记得关注我,看我今天晚上七点左右直播干海 来吧兄弟姐妹们,有很多老铁告诉我 天气这么冷了,你就别那么辛苦去赶海了 我想说的是,哪怕只有一位老铁给我双击 我也要坚持下去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巴炸鱼的视频 喜欢大海的,记得关注我,看你直播 下午四点左右直播干海 有时间的朋友记得 来吧兄弟们,当你们来到海边 发现了这样的小古包 你一定要挖出来瞅数 这底下肯定是有大祸 这是一个大绿背 进来的各位男生女神 如果你的手机连着WiFi 请帮忙留下个双击 喜欢大海的,关注我 12点左右直播干海 有时间的朋友记得来回关 来吧兄弟们 每当大海退潮的时候 这些尼罗的蛋蛋会遗留在沙滩上面 容易被海猫子吃掉 我们今天把它捡起来 放在有锤的地方 这个作品大家无必留个双击 因为每个蛋蛋里面有成天上万的小生命 喜欢大海的,记得关注我 看我每天带你们户外赶海直播 有很多人跟我说 天气越来越冷了 如果你还能坚持赶海的话 我会给你留下双击 那么好 哪怕有一位老铁给我留下双击 我也会坚持下去 进来的各位男生女生 喜欢大海的,双击关注 下午6点半左右直播赶海 有时间的朋友记得来回关哦 来吧兄弟们 有位老铁发信跟我说 如果你能把海子出锯上面的膜 完整的拖下来 我反手就给你给双击 那位老铁你还在吗 在的话请你留下双击 喜欢大海的,关注我 看我每天带你们户外赶海直播 晚上7点左右直播赶海 有时间的朋友记得来回关 来吧兄弟们 这是我遇见最后的一只小海龟 我们今天把它放生于大海 如果放生的 换回咱俩老铁一个双击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进来的朋友给双击 加一个关注 看我每天带你们户外赶海直播 晚上9点半左右直播赶海 有时间的朋友记得来回关 来老铁们 我听他们说 用这个鸡挂上钩子 可以在大海涨潮的时候 掉到海盲 我这不也跑到我奶奶家 逮了一只鸡 我来试一下 这个作品就不要给我双击了 给我双击 我怕上热煤 我奶奶会打我 喜欢的关注我 晚上9点左右直播赶海